大家好,我是彩亮 我老公是个外国人 他刚来中国的时候 看不懂汉语 也不懂中国文化 他第一次送我花 是一束明艳的黄菊花 刚开始,那时候我俩刚交往 我没好意思跟他解释 但是他送了我两个月的黄菊花 有的时候黄菊花的外边 还有一圈白菊花 我收着花我都不知道往哪放 放桌上,桌上不敢放吃的 放墙根,墙上不敢挂照片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问他 我说这花店的老板 他就不推荐点别的款式吗 他说他推荐了 他推荐的那个花 后边有个架子 自己能支在哪 我没买 你一个大活人 又不是拿不了花 我说你领我去这花店看看 我觉得他的受众群体 未必是大活人 到了地址 没有花店 这个店他都没有名 就叫兽医花圈 我说行 你在这买花就买花吧 幸亏你没在这给我买衣服 我老公说 这儿没有你的号 我说我懂了 咱俩走吧 我老公说来都来了 进去打个招呼 进去他就跟老板说 老板我又来了 这就是我女朋友 那可能是卖花圈的人 第一次碰到收花的人 亲自上门取货 老板正给别人写碗帘呢 看着我 连笔纸都白 你不是两个月前 就走了吗 我说我就是回来看看 为什么我的花 没有碗帘 我老公最不懂的 其实不是咱们的 祭奠文化 是中国人的谦虚文化 有一次在铁岭 有个老头问他 小伙会打乒乓球吗 我老公说会 你呢 老头说不会 可以陪你玩玩 但是我前一阵中风了 一边胳膊不好使 你多担待 那天 在铁岭老干部活动中心 我老公对决的是一个 七十四岁 穿着跨栏背心红球裤的 退休老大爷 我老公全程 没碰着球 老大爷全程 没动地方 给老头都打困了 老头说 你倒是接呀 我老公说 你也不让我接呀 我老公说 你倒是动啊 老头说 你也不用我动啊 打完之后 我跟大爷说 大爷你太厉害了 你就用一只 好使的胳膊 都能赢他 大爷说 我用的是 不好使的那只 第二天 他刚缓过来 我二姨夫问他 你会游泳吗 我老公说 会 你呢 我二姨夫说 不会 可以陪你玩玩 我就发现 他对会的理解 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我二姨夫认为 我不驾驭水 就是不会 我老公认为 水没枪死我 就是会 他以为 他俩能到一个 什么游泳馆 结果车直接 开到了铁领 柴河水库 进水之后 我老公很兴奋呢 二姨夫你不要怕 让我来教你 蛙蛹 蛙蛹的关键 就是要像青蛙一样 蹬腿 说完 他就开始 认真示范 哎呀那腿蹬的 那个猛 踹飞好几条鱼 对岸的人 离远看 以为哪个蛤蟆 疯了呢 示范之后 一抬头 他游出二十米 我二姨夫 已经游到了水库中央 还得停下来 飘着等 好不容易 等我老公 游到水中央 差点没累死 就等着 啥时候折返呢 没想到 我二姨夫 轻松地飘在水面上 开启了聊天模式 你们加拿大 人口一直不多呀 我老公说 咱俩再闹 还得少一个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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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有点可怜他 我觉得是我的引导 不到位 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不会可以陪你玩玩 是谦虚 表示对人的尊重 我老公学会了 后来一次 非常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一个朋友 工作的原因 他见到了他的偶像 成龙大哥 见到大哥 他激动地都哭了 大哥我太喜欢你了 你所有电视我都看 你所有动作我都模仿 大哥说 那你会功夫 我老公说 不会 可以陪你玩吧 大哥也愣了 加拿大人口不多 原因在这儿呢 我老公打完 非常骄傲地看着我 打得好过 我说你就告诉我 你想要黄菊花 还是白菊花 谢谢 好危险呀 谢谢 谢谢彩菊 喜欢彩菊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哎呀 彩菊一场比一场好啊 感觉学会了 学会 学会一点 我 对 学会了 你就说玩玩 可以玩吧 可以玩玩 这厉害 你好公是什么机会 能见到成龙大哥 就我一个朋友 是正好跟成龙大哥 拍电影 然后那天晚上 要去见 谈一个工作的事 正好他在场 然后他就当场 他没见到 人家就哭了 就说要见 然后人家就 就领他去了 到那自己就丢了 成龙大哥一年 估计得接待 好多这种外国 奇怪的外国人 就是说扑上来就哭了 但是说陪他玩玩的 好像就我老公一个 你老公是你事业的 新的春天 好棒 有一次在 像我跟别的演员 一块写本的时候 他们说 说喜剧最重要的是 塑造一个傻子 我觉得那晚上 我家就有 我家的傻子 谁把喜剧的秘密 告诉他的 你那本书里写了没有 你那本书里写没写 我书里没有写 这么核心的秘诀 反正你老公 反正就这么一直 说下去了是吧 不不不 我下一场 尽量不说他了 挑战一下 不靠男人 我不靠男人 对我觉得这么招 好像确实也容易 特别容易枯竭 对 但是他的傻事 倒是很多 但是我准备挑战一下 刚才我是 刚才眼泪笑出来的 但是上一次真的 因为你要跟强的比 他这次更好 他这次更好 这次 我就是妙语连珠 一环扣一环 然后从头又回到那儿 收得特别好 对 扣败 好棒啊 对 正好中秋节也到了 让你老公熟悉一下 我们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 送点礼 回家团圆的时候 让老公带一点 经典有机 A2春牛奶 亲和珍贵 高营养 适合全家人饮用 也适合外国人饮用 我们恭喜彩灵 获得了20票 进入等待区 杨蒙恩 完了 杨蒙恩 他好强啊 杨蒙恩还要说 这季得第一呢 对 也不一定 杨蒙恩呢 反正早就跨下海口 这季要夺冠 让我们来看看 首先他能不能跨过这位 东北 岸鹿虎 掌声欢迎杨蒙恩 大家好 我是蒙恩 这个赛事到现在 真的太残酷了 你知道吗 我们上一轮是这样的 我们根据票数 分成两队 然后面对面地去选 你想PK谁 那对面大家都认识 而且当时 当时孟川就坐在我对面 我真的 我觉得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我不可能坐到 我就私下里每天 串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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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台 我选孟川 对吧 所以我当时真的 特别佩服那些 说唱歌手 我觉得他们在比赛里面 选人的时候 从来没有这种愧活 你看就他们那些 说唱歌手 他们在比赛里 选人的时候都这样的 ZY是我的老师 他带我入门 没有他就没有我 所以今天 我要弄死他 你感觉说唱这门 艺术的祖训 就师父领进门 徒弟弄死他 而且我没有想到 友情居然给我 带来这么大的痛苦 有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羡慕 就是女生的友谊 我觉得你们在一起 永远是充满了快乐 然后相处起来 非常的融洽 每天就是逛街 没假 好喝的下午茶 聊天也特别快乐 我觉得马龙好帅 我也觉得 啊 what's a perfect holiday 相比之下 男生的友谊 真的太沉重了 男生聚会的苦 从第一杯酒开始 当时我们大学同学聚会 然后喝两杯之后 就开始诉说 大家有多么不容易 养孩子压力大 你这个每天加班 太辛苦挣钱难 娱乐圈太乱了 你最近小心点 然后你啥也没说呢 突然有个人站起来 就说啥也不说了 哐哐哐哐就开始喝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看见我女朋友 坐在那 然后看得像那个 我同学的老婆 what's happened 我同学的老婆 脑子都有问题了 而且我到火车站之后 更加的悲伤 就他们挨个挨个送我 我就 行 走吧走吧 没事没事 别送了别送了 好好的 好好的吧 我回家我还自己说呢 他们是我最好的兄弟 你知道吗 这就是男生可怜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们从小到大 接受到的友情观 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从金庸到古获宰 我们所学到的友情 都是什么呢 就是 好兄弟 从小一起同甘共苦 然后我们见证彼此的一切 但是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 我们之间会死一个 男生友情的最高幻想 就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我跪在地上 抱着我兄弟满是弹孔的身体 但是现实中 没有枪林淡雨 现实中很搞笑的 就是我们学到 那么多厚重的兄弟情 结果搭配上 我们生活的琐事 就会显得 我们男的非常的中二 就这两天演 那个《披荆斩棘》的 哥哥里面有一段 太形象了 盖去找陈小春 他去找陈小春抱不平 他就说 小春哥 你兄弟记不住 我兄弟的名字 我觉得特别不尊重的 我觉得不舒服 就大家都是问号 就是大哥 人家只是单纯的 不记得你兄弟的名字而已 人家又不是一边 记得扣子一边说 哎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这打架 打架的意思你知道吗 但是我理解盖 你知道吗 因为小时候 我也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 周润发 就《英雄本色》里面的 一个台词 他就说 我发誓 这辈子 绝不会再让人 拿枪指着我的头 我觉得这句话太帅了 我一定要跟我的朋友讲 但是我确实 这辈子 不会有人 拿枪指着我的头 我这辈子 遇到最接近的情况 是我在黑板上 回答不出问题 老师拿粉笔指着我的头 谈你的30度 等于几夜 我回去之后 我真的 我回去之后 我一起跟有同说说 我发誓 这辈子 绝不让人 拿粉笔 在打我的头 话音味道 飞过来一黑板擦 我都懵了 电影里也没有这一段 我兄弟还在安慰我 我兄弟说 没事 周润发上个说话 也爱黑板擦 我们就是这样的 我们一直想帮我们 自己的兄弟解决问题 但是成年之后 你会发现 你兄弟可能都没有 什么问题 需要你去解决 你兄弟这辈子 遇到最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他喝酒 就是他老问 你在哪呢 然后如果你能解决 这个问题 你就是他的好兄弟 所以你们知道 什么时候 孟川成为我的好兄弟吗 没有 就是有一天 孟川跟我说 王爷 以后你媳妇要问你在哪 你就说在我家 我当时 人一听特别的感动 我觉得这是我的好兄弟 但是我相信 你们女生 想的就是说 这狐朋狗友 对不对 但是男生的想法 不是这样 男生的想法就是 孟川跟我说一句话的时候 我脑海里是什么画面吗 我脑海里就是 我女朋友举了一把加特林 杨文你在哪呢 孟川冲出来 孟川一快走 很多女生就是不理解 就说 为什么我在你心里 还没有兄弟重要吗 其实男生很简单 就是我们储存 情感的那个空间 只有5KB 我们只能记得兄弟之间 互相帮忙那些小事 但是女孩子 对我们太好了 女孩子对我们的好 有5个G 我们看得见 但我们装不进去 我们就是会这样 一直记得自己的兄弟 我都能想象到 即使有一天我去世了 我的遗嘱里 都会有关于孟川的部分 我会告诉他 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超强口腔修护力 我不在了 你记得早晚刷牙 然后这个时候我老婆会打电话通知孟川说 孟川 孟川也会毫不犹豫地说 放心吧 孟川在我这 谢谢大家孟川 孟川 开了 谢谢孟川 谢谢孟川 三 二 一 请锁票 自己什么感觉 还很正常吧 就是 这就是我 我觉得自己很满意的东西了 他说那个女人 对男人的好是5G的 但是男人装不进去 我突然就特感慨 我原来是这样 我们得收着点 姑娘们 所以你就不对他好了 我对他好 我就今天被他那个 一下我感觉 就是好像这几十年 刚明白这个道理 点醒了你了 人生导师 我请感谢你的那个 没事没事 早晚都能明白 郭老师 你们不有一个TF老不外吗 是不是 你们有几个人 男生之间的友谊 对 你们那个老抱S之间的友谊 我仨是靠胡坑出得到 有什么友谊啊 之前那个让我预测 本季冠军 我别的都是开玩笑 我真的觉得杨本文会夺冠 让你方的 结果被 被我下鼓了 我们现在蒙恩呢 得到了大老师的舞票 请彩玲回到舞台中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张彩玲 杨蒙恩 最终的 得票 结果 以我这段脱口秀经验 我觉得行 现场的效果是很好的 我的这个段子 在线下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和我平时演的没有太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我撑下来了 没差多少 没差多少 差几个灯吗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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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姐 彩玲今天 我觉得是一个完美的脱口秀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 乐得最 频率最高的一次 在观众得票上 杨本文是领先的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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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 我们要连续变成 要不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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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我看 伯总 你决定 这小电球啊 没什么用 感觉最后都得救 那我是想救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杨本文 是我心中的 这一期的冠军 杨本文人间真实 我跟你说 女孩们都学到了 但是杨本文今天这个 说的我觉得也值得 我那票 我觉得我给的是非常 靠谱的 好了 那就看你了 我就 就 就 肯定就 启动一下就来了 来来来来 来吧 三二一 来 戴定 怎么 再次进入戴定期 我觉得大家确实都表现得好嘛 确实舍不得 而且现场观众的呼声 对不对 能听到 他就是希望 观众其实看比赛归看比赛 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多演几场 我们也是 我们下转发了